嗨 大家好 我又从不宜小童家下了两单 它的那个原味小麦粉和那个花生辣椒酱 一个是牛肉酱 获了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看 一看包装就是非常高级 这两瓶是花生辣椒酱 这两瓶是牛肉酱 还有一袋就是那个原味小麦粉 你看这个 它这个包装就写的是非常有文艺范儿的 非常暖人心的这个包装 包装上这个标语 这是小木 前面是小欧呗 小欧在拉梨 爷爷 在后边推着 源自天然的绝妙佳品 向每一位辛勤劳作的农民致敬 这个广告写的那个 还挺有文艺范儿的 真不错 这是参加的 等等我尝一尝啊 看看参加的 这个小麦粉到底有多好吃 还有它这个牛肉酱 其实它这个牛肉酱价格还是真是不便宜 这是两瓶 这是将近三十块钱 这个两瓶是二十二块钱 看看那个啥吧 尝一尝到底是什么味道 还没来得及吃呢 那天擀点面条 哎呀对 就用它的小麦粉 擀面条 吃的牛肉酱 应该是 嗯 那天试一试啊 应该是味道不错的 你看它这个价格吧 就是 咱们你看老干妈 牛肉酱那一瓶是九块钱 它这一瓶是 嗯 十多块钱了 十五六块钱了 这一瓶 哪天好好品尝品尝 哪天擀点面条 好好品尝品尝 嗯 不宜小童家 这个牛肉酱 还有它这个面粉 我相信应该是 能够很好吃的 网友们 你们相不相信 这人 有情毒之急 要是喜欢什么 要是喜欢什么 就是依法不可收拾 哈 你看我喜欢他们家 我就在他们家买了那么多的 做直播的时候 买了那么多衣服 我一看那个 有一天他们 嗯 直播 他这直播 没提前那个 做广告 就是 嗯 他们俩可能 他们可能想销售这个牛肉酱和面粉 就提前就预售了 嗯 那个一部分 正好我赶上了 完了那个有的网友还说的 哎呀怎么偷偷摸摸就做起直播了呢 啊 他们可能当时那量也不是很大 完了我就下了几单 嗯 尝尝它那家的牛肉酱 看好不好吃 还有它那个面粉 嗯 擀一次面条 尝一尝 哪天有空 嗯 擀面条 吃它的牛肉酱啊 我估计一定能够 嗯 不会令我失望的 拜拜 再见 donc am hey κ and and keh